像鸟儿一样,飞过月光海角 看过山色寄过,听过鱼路悲伤 周深全新OST猝不及防的上线了 我们永远不知道周深还有没有新歌,惊喜随处掉落 周深又放凉了 他为电视剧对手演唱主题曲《像鸟儿一样》上线了 歌声温柔而有力量,净化心灵太好听了 《鸟儿一样》,记得家的方向 人大人的模样,却忘了飞不过时光 说声你好,借我一盒火柴这两首歌还没听熟呢 新歌像鸟儿一样,就又猝不及防的上线了 就是说,当周深的粉丝又忙碌又快乐 OST可太香了,就希望深深多接这样有质量的OST 和熟悉的词曲制作人合作 天使的嗓子就该用来造福人类的耳朵 周深的歌真的是风格多变 这次为谍战戏现场的主题曲《像鸟儿一样》 依旧是十分的打动人心 歌词与旋律真的是和对手这部戏十分吻合 周深的声线非常的有层次感 还是一如既往的好听,却又是不同的感觉 唱出了走过万千悲凉,依旧充满希望的感觉 《对手》是由郭金飞、谭卓等主演的一部大型现代谍战电视剧 将于2021年12月16号在央视八套爱奇艺播出 这部剧主要讲述了和平年代的谍战故事 一群智慧超群的国安干警 在看似平静的日常生活中发现了间谍的蛛丝马迹 他们凭借高超的侦查技术 以及对国家、人民的爱排除万难 获得了最终的胜利 这部剧开播之前经常会在《谁是凶手》下局预告中出现介绍 说实话,对于这部谍战戏 本来没有很强的观看欲望 可当知道周深演唱主题曲时 心态立即变了 想一边看剧,一边听歌 不会错过周深的任何声音 不知道和我一样着迷的小伙伴们多吗 像鸟儿一样上线后 我也是第一时间听着歌曲 认真感受周深带来的新歌 前奏响起旋律优美 前奏出彩 周深天籁般的清澈的嗓音出现 像鸟儿一样记得家的方向 像鸟儿一样活得匆匆忙忙 他平静描述着故事 看似温柔的背后 却是危机四伏 整首歌曲温情与较量交替近情 他在歌声中刻画了 叠影重重的都市世界 歌曲带着轻缓绵长的旋律 与带着渴望与期待的歌词 周深温暖纯粹的嗓音缓缓入耳 离家的人们多想像鸟儿一样 回到自己的家 而他们也想像鸟儿一样 牧师前方 坚定地守护国家 这是一首特别温暖治愈的歌曲 通过周深的演绎 让人们脑海中出现了一些紧张 而有温暖的画面 他的歌声总能这样戳人心窝 弹入感那么强 让人身临其境 他的嗓音温暖纯粹 他的低音浅唱 一字一句唱出了 国安英雄们的坚定信仰 像风吹开秋日的窗户 带着色色的凉风 也带着望向远方的西迹 像鸟儿一样 飞过月光海象 看过山色极光 听过雨露悲伤 是时过境迁的悲凉 也是背靠伙伴向前飞翔的底气 多想像鸟儿一样 目视前方 拥抱着命运的无常 满怀期望 凭着自己的地板 梦的力量 感觉自己唱的是个很孤独的鸟儿 那他遇上什么样的对手呢 周深又放凉了 现唱对手主题曲 歌声温柔又有力量 进化心灵 特别有感觉的一首歌曲 意义深远 好听 他的每一首歌曲 都值得收藏 单曲循环 为像鸟儿一样打call 像鸟儿一样 目视前方 拥抱着命运的无常 满怀期望 凭着自己的笔绑 梦的力量